你去吧 该把枕了 哥 我看你这伤受得挺是时候啊 挺享受的是不是 她这小狗嘴里 永远堵不住香牙 杨晓忆 你和我哥要是成了 那没人得是我吧 欺负不了我了吧 那追赶溯源 我哥可是奔着你来北京的 你得对他受伤负全责 这谁啊 有病 老哥 爸妈知道了吗 我想等伤好了再告诉他们 我觉得也是 锦岚阿姨本来身体就不好 你要跟她说了她该着急了 我妈现在没事 倒是敏燕燕生病了 怎么了 相思病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围京吗 就是因为敏燕燕 不是她我还不来呢 妙庄 她就有病 她就不一人 佳妻 作词 你能跟她过来呢 我们中的女孩 我不是一过来呢 我们中的女孩 我不是一个女孩 或是一个女孩 怎么办啊 听杨大夫的建议啊 考虑转院了 你看 现在燕燕这种情况 也确实很不正常 向南同志 你这是干什么 有什么话你起来慢慢说好不好 来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接 接链还是接链人 金书记 金书记 我求求你 你看我们燕燕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都是为什么的 让你们家实际回来一家好不好 回来看看我们燕燕 里面就行 行了 同志 这就要是我女儿还不好 为人家正面了 你起来说好吗 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你起来慢慢说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我求求你 起来 我女儿从小就三岁 就没了夫妻 是个可怜的孩子 他怪你们视觉已经死过一回了 好 我知道 来来来 咱慢慢说好了 来 起来起来 我不能让他毁了呀 好 那起来起来 你说米燕燕 会不会真的做一下病啊 以她的性格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自杀呢 我觉得她是装的 但是我知道她是真的喜欢你哥 我哥喜欢的是你 你以前不如一直特烦我吗 我是挺讨厌你的 像个娇小姐 老跟我抢爸爸 弄得我爸老骂我 对不起啊 以前不懂事 老把你爸当成我爸爸 你弄得我们一家都疑神疑鬼的 我到最后都已经认命了 我心想 你就是给我当嫂子都行 就是不能当妹妹 不过现在想想 我爸为了你们一家牺牲那么多 还一直守口如瓶 你的爸爸肯定不简单 我猜得没错吧 走吧 想不到你一个革命军人 还到处留情捏花惹草 小弟弟 我已经提干了 按照部队规定可以谈恋爱 那你打过恋爱报告吗 接受过震审吗 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 我问你 杨小义的出身你知道多少 杨小义什么出身啊 杨小义的外公 是个大资本家 四年前在上海畏罪自杀了 他现在还有两个舅舅 现在在台湾 这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 看看你 脸色都变了吧 我知道 你们这些小县城出来的人 在部队 无非走的是立功 入党 齐干的路 你能做到今天也不容易 要是恋爱过不了震审这一关的话 你之前做的努力就前功尽弃 刘世军 你还不想提前转业吧 就凭这个 我就提前转业了 刘世军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跟杨小义谈恋爱 就凭我 我们家 有的是办法让你从部队滚蛋 总部队滚蛋 你怎么会 我都没听见 我也不想听了 请你出去 你放心 我还不想那么做 我不想让杨小义恨我 但是我得告诉你 不论是你跟杨小义谈恋爱 还是和我抢女朋友 这两条路 哪一条都是死的 我吧 是看在你这个人不讨厌的份上 给你提个醒 也给你个台阶下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台阶下 正好你妹妹来了 她可以照顾你 杨小义得跟我走 小刘同志 今天南方回家 你也一块过去吧 好 你是谁啊 你认识我 她是跟我说话 她刚刚不是叫小刘吗 不是不是 我爸叫你去给她打针 咱们赶紧走吧 好 走 好 走 她知道你爷爷的事情 我知道 那她不会知道 我说你俩打什么假谜呢 刘世晨这就交给你了 我去去就回 别冲动 知道 走了 走吧 拜拜 拜拜 扶我一下 扶我一下 这人到底谁呀 小易新认的一个弟弟 弟弟 以后再跟你说了 好 李哥 谢了啊 你看到我一片成心的份上 别下车了 对啊对啊 你看在我一片成心的份上 就别瞎扯了 妈 哎呀好 哎 刘亦来我们家给我换药 快吃午饭了 小刘 刘先一起吃啊 哎好 怎么样高兴吧 能跟你崇拜的大英雄一块吃饭 嗯 高兴 嗯 嗯 哎对了 南方 哎 你腿好点吗 好多了 多亏了刘亦的祖传秘风 他叫刘亦 嗯 南方 别光够吃啊 给爸爸介绍一下小刘 嗯 他叫刘亦 现在在北一都大一 下半年大二 嗯 我叫刘亦 你可是答应过 要给我打针的 说话得算数啊 对 烧好了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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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怎么样 小刘成全 想不想给老头子再打一针 妈 妈 这 这 你 你看啊 我都两天没回家了 要不然您坐下来陪我聊会儿 你凭什么老闲吗 妈妈烦你今天怎么了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哦 我想想 你是怕你妈妈上楼 看小刘扎针的 对吧 没有 不是 妈 您是老护士了 你要是在场的话 那新手扎针他都紧张啊 哎呀 我就没见过 你这样的儿子 为了让你朋友练手 你把你老爸都活出去了 那没有 我对他的技术绝对有信心 哦 那我上楼看了 不不 妈 您还是陪我聊会儿 你 你 臭儿子 臭儿子 来 来 对不起 将军 抓疼了吧 我太没用了 你 你抓疼 现在肯定就站在门口 你要是这个时候打崔堂鼓 那他又要啰嗦了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个打针跟打仗 是一回事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 从战术上呢 要重视敌人 对啊 所以说 你听我的 你就拿起武器 对准了目标 打他一个漂亮的先方 嗯 嗯 将军 我们这次能换个阵地吗 换个阵地 这么个换法 您看 您手背上都扎满了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扎 哦 那你这是个好主意 不 换哪呢 换脚背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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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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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